我要离婚了,杨哥 啊,你 怎么回事啊,是不是因为我 不是,不是因为你,杨哥 本来我跟我老公 我们两个一直都没有 什么感情 那,阿妞你可想好了呀 离婚不是一件小事 我知道,杨哥 我都想好了 我考虑的 全部都考虑了 我可能在一起生活 看不到一点点希望 我真的也很害怕她 所以今天离婚 对我来说 终于解脱了 能理解 无论你做什么样的决定 我都会支持你,阿妞 好不好 但是我希望你不要那么的自卑 不要那么失落 就像你自己说的 或许对你来说是一种解脱 是不是,新的生活,新的开始 对,好吧 鼓起勇气,坚强面对 好,谢谢杨哥 你老公现在在哪呢 他现在在那边等我 杨哥,对了 那我就先过去了 他在那里等我 我跟你一起去吧 我给你送过去 走,没事,走吧 谢谢杨哥 好,走 杨哥 那我先进去了 然后我老公他在那里等我 你就先别进去了 行 那你进去吧 我怕他会 理解 我在门口等你 有他事我打电话 去吧 好 呗 说你 说我说 说我说 这 president 他就知道 鸡 给你 我带着他 不要 不 你看 你怎么了啊你哦 没怎么 跑了不哭了 行了 你们怎么商量的 刚刚他说了 他说 把结婚用的那些花的那些钱 全部都 配给他 但是那些钱 好多 就没有商量的余力了吗 我刚刚跟他商量了 好多我怎么说都 似乎不同意他 他必须要赔是吧 那 刚刚 签字了说有一段 能记性 这个钱 我一定要还给他 要不然 他会去找我大伯的 我只能不想再给我大伯家 挺麻烦的 能理解 其实说到底就是钱的事 好了伯爷都不哭了 嗯 杨哥 想办法解决吗 我想我一个人进一进 杨总 小脸 你给我取一笔钱送过来 我给你发位置 我给你发位置 好好好 那你把定位发给我 好嘞好嘞 我马上给你送过来 好 来 帮你搁的钱拿着 快点 杨哥你别给我 今天必须要收着 杨哥你不要给我 这钱这么多 我真的心里面压力好大 傻丫头 我想帮你解决问题啊 我知道 只有这让你才能好起来 要不然我心里真的很难受的 我知道 快点拿着 我知道可是我真的 我心里面压力好大 谢谢 你压力大 我晚上会睡不着的 压力大 你就把这个拿着 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不就没有压力了吗 杨哥你别给我 我是不会接受的 你帮助我这么多 我真的太感动了 可是我的话 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 那你就这样吧 就当我接你的先 好吧 你去我公司上班之后呢 每个月工作从里边扣 行不行 杨哥 我知道你就是真的想帮我 可是我真的不能接受 你前面不是说 让我 你一直鼓励我吗 你看我 现在还年轻 我相信只要我足够努力 一定会 好起来 一定会还我的杨哥 你就是 总是想要靠自己 我不想连对任何一个人 杨哥 我真的很感谢你 那你去我公司上班 要不要去呢 杨哥 我考虑一下 没事 姑娘 有我在 你放心 这些问题都能解决的 好吧 坚强起来 好了不难受了 我们去吃点东西 好 谢谢杨哥 谢谢杨哥 走 开心一点 笑一个 加油啊 走 吃点东西 梦一开始就下定 决心